您正在收听的是SBS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 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sbs.com.au 闲写杠Mandarin或下载应用程序SBS Radio App 数千名乌克兰士兵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乌克兰首次入侵俄罗斯领土 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奥列克·桑德尔·塞尔斯基说 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夺取了10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这次行动是为了恢复正义 将战争推回侵略者的领土 他说 在俄罗斯恐怖分子所在的地方 在他们发动袭击的地方 消灭他们才是公平的 这包括俄罗斯的军用机场 他们的后勤基地 我们看到这对实现和平是多么有用 如果普京还想继续发动战争 就必须迫使俄罗斯实现和平 对俄罗斯领土的历史性入侵 使乌克兰军队与莫斯科的距离 比俄罗斯军队与基辅的距离更近 然而 虽然乌克兰现在夺取了 俄罗斯领土的一小部分 但俄罗斯仍然控制着 乌克兰20%的领土 但是俄罗斯的反应表明 他对此次入侵措手不及 起初 俄罗斯声称 他挫败了乌克兰在 库尔斯克地区的努力 在被确认为不实后 俄罗斯开始敦促联合国 谴责其所称的野蛮袭击 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随后又发出警告称 做出反应的时间不会太久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来自民众的反击是十分迅速的 他说 俄罗斯公民已经做出了反应 这是对每一个陷入困境的人的一致支持 是对军队的支持 也是对数量增加的 愿意加入我们的战士 手持武器 英勇保卫俄罗斯的战士的支持 这一点非常重要 最近几天 愿意与国防部签订合同的人数有所增加 乌克兰尚未明确表示其前进意图 但有报道称 乌克兰正在向比尔哥罗德的更多俄领土推进 泽连斯基指出 在过去三个月中 俄罗斯已经从库尔斯克地区 对乌克兰发动了2000次攻击 一些报道还称 俄罗斯正计划从库尔斯克 向临近的乌克兰苏美地区推进 乌克兰可能会利用这次入侵 作为先发制人的测试 查塔姆研究所的国际安全专家 马利亚·梅斯莫博士说 此举也可能是增加乌克兰与俄罗斯 谈判筹码的一种方式 我的猜测是一方面 乌克兰想反击俄罗斯 也许是为了增加他们 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的筹码 同时这似乎也是为了 将俄罗斯的军事注意力 从他们正在推进的地方引开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 我猜这是一场赌博 试图开辟第二条战线 将俄罗斯军队从他们正在推进 乌克兰和试图夺回领土的地方引开 这看起来效果不错 你知道俄罗斯不得不从 克里米亚地区重新调兵 从乌克兰领土 向自己边境的方向移动 俄罗斯称 乌克兰目前控制着 该地区的20多个村庄 并称已从库尔斯克地区 疏散了约12万平民 俄罗斯官员表示 在越境攻势中 有12名俄罗斯人丧生 另有121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入侵不会改善谈判 他说 敌人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改善 在未来谈判中的地位 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发动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 并试图对核能设施 造成威胁的人 我们还能跟他们谈判什么 你能跟他们谈些什么呢 本月早些时候 泽连斯基在回应领土让步 可以结束战争的说法时说 任何放弃乌克兰领土的协议 都需要全民公爵的支持 夺取领土的消息 鼓舞了乌克兰的士气 也吸引了欧美媒体和政府的注意 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说 乌克兰军队需要得到盟国的支持 他说 我怎么看库尔斯克 大胆 精彩 漂亮 继续努力 普京挑起了这场战争 我们要狠狠地教训他 底线是对政府的 我感谢你们的支持 让这些人去战斗吧 给他们所需的武器 让他们赢得一场不能输的战争 乌克兰人也沉浸在胜利的许悦中 一些人发表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言论 建议俄罗斯现在应该放弃库尔斯克地区 以确保和平 立法者 农民 尤里 奥利尼克 住在巴西夫卡 距离库尔斯克边境仅两公里 他说 需要一个缓冲区来保护他的土地 除非我们把他们赶得更远 除非边界另一侧没有缓冲区 否则我们的领土就不会安全 我们被要求待在距离边境 两公里 五公里 十公里的地方 想象一下这里的土壤质量 有多少公顷肥沃的土地被浪费了 我怎么能把它留给那些俄罗斯土狼 留给什么 必须在边界的另一侧建立缓冲区 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土地 但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喜欢 分享 评论 欢迎您在Facebook上 关注SBS普通话页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